第十三章 撒乌尔纪上第十三章 撒乌尔纪上第十三章 撒乌尔三十岁登记作以色列王四十年 撒乌尔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了三千人 两千在米格马斯和贝特尔山地与撒乌尔在一起 一千在本雅明的格巴随着约纳堂 盛夏的人 撒乌尔遣散他们各回本帐幕 约纳堂击撒鸟住宅在基贝亚的培勒舍特人的官吏 培勒舍特人谁知道希伯来人已经叛变 撒乌尔在全国吹鸟警号 全以色列人都听说 撒乌尔击撒鸟培勒舍特人的一个官吏 所以以色列为培勒舍特人所仇恨 于是人民便跟撒乌尔聚集在基尔加尔 培勒舍特人已吊齐来攻打以色列人 他们有战车三千 骑兵六千 民兵多得如同海边的沙 都上来在贝特亚民东方的米格马斯扎鸟营 以色列人一见大难临头 敌人压境 就有些人藏在山洞里 土忽内 岩石下 地窖内和罕井里 另有许多人度过约但何往加德和基纳加德去了 但撒乌尔却还在基尔加尔 跟随他的人都战略害怕 撒乌尔照撒乌尔约定的日期等了七天 但是撒乌尔却没有到基尔加尔来 因此军民离开撒乌尔四散逃跑了 撒乌尔于是吩咐说 把全凡祭品与和平祭品送到我这里来 他随献了全凡祭 他刚献完全凡祭 撒乌尔来了 撒乌尔便去迎接他 向他致敬 撒乌尔问道 你作了什么事 撒乌尔答说 我看见军民离开我四散逃跑了 你又没有照定其来到 同时陪勒射特人已集合在米格马斯 所以我想现在陪勒射特人就要下到基尔加尔来攻打我 我还没向上主求援 所以我逼不得已奉献了全凡祭 撒乌尔对撒乌尔说 你作的真糊涂 假使你遵守了上主你的天主吩咐的命令 上主必巩固你在以色列的皇位直到永远 但现在你的皇位已立不住了 上主已令找了一位除他心意的人 立他为百姓的首领 因为你没有遵守上主吩咐你的命令 撒乌尔就起身离开基尔加尔走鸟 盛夏的人跟随撒乌尔从基尔加尔上到鸟本雅明的格巴 与那女的军队会合 撒乌尔统计鸟随从他的部队 约有六百人 撒乌尔和他的儿子日纳堂 并一切随从他们的人 驻扎在本雅明的格巴 同时培勒射特人已在米格马斯安了营 那时从培勒射特营中有三个突击队出发 一队取道奥菲勒 开往苏加尔地方 一队开往贝特渴隆 另一队开往格巴 此地俯瞰往旷野去的袋郎山谷 那时 在以色列全境内没有铁像 原来培勒射特人说过 免得希伯来人制造刀枪 因此 以色列人为磨快泥 坐 苦 廉刀要下到培勒射特人那里 磨快泥和坐的价钱是三分之二协克尔 磨快涅刀或装制刺针是三分之一协克尔 所以在米格马斯到鸟开战的那一天 随从撒乌尔和约纳堂的人手中都没有刀枪 指示撒乌尔和他的儿子日纳堂有刀枪 那时 培勒射特人的前哨向米格马斯关口推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